欢迎您收看7月29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宇宗翰 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 全台各地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 高温闷热 各地约在32到36度 另外时续将进入8月的台风旺季 提醒民众留意做好准备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中央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 接连两天抗争 香港街头变成充满催泪弹的战场 继续是英国管工公司BBC的报导 香港抗争警方在中联办附近发射催泪弹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本报导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可以挪用国防经费建筑边境墙 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导 统战台湾学生领袖 中共邀尼免费游大陆 来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日经民调显示 百分之四十亿的民众支持 休闲视力低于三分之二 来看到韩国超显日报报导 南韩军方表示 越界的北韩牧船船员称 越界是因为航向出错 早上新闹人先来关心香港局势 昨天七二八周日 上千港人在遮打花园集会 追究警方暴力 而后来演变为港人再次包围中共的中联办 这是一周内港人第二次包围中联办 昨天晚间接近七点的时候 港警开始狂射催泪弹强力清场 数量超过百枚是近期最多 另外还有像橡胶子弹 以及海绵弹等 有示威者的头部中弹流血 多名示威者受伤 好中联办附近枪声作响 烟护四起港岛沦为游击战场 根据新唐人前方记者的观察 警方第一枚催泪弹是朝记者丢集 港人第二次包围中联办的行动中 有多名示威者受伤 有人头部中弹血流遍地 港媒采访国外专家指出 催泪弹严重的伤害可能导致眼盲 或者是脑部受伤 警方称港岛这次示威活动中 拘捕至少四十九人 外界怀疑警方这次的升级 强烈清场行动 与今天下午中共国务院记者会 将回应香港议题有关 香港反送中运动 继周六元朗二十八点八万人上街之后 周日港人在遮打花园的集会 主办方称高峰时有上万人参与 抗议警察七月二十一号 对示威民众开枪 来自香港与纽约的大学教授 也都上街 甚至展示画作 呼吁港警不要被中共蒙住眼 大批香港民众校三点 在中环子党花园集会 谴责警察暴力对待市民 我是大学教授 所以我也没有说 要带学生去什么 可是他们要做的 我们唯一担心的 就是他人生的安全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可是不能不支持他们 我们也不想看到 可是中共就是 我们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撤回 我们不需要暂缓或是什么 我们要撤回 撤回那个诉讼条例 我们就不想看到香港 另外一个中国没有自由的一个城市 有大陆游客表示 国内封锁了集会的消息 自己透过翻墙才知道香港的情况 希望香港人能够坚持抗争 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坚持下去的话就很可怕 不坚持下去的话就沦选了 就跟内地一样的 很恐怖的统治 没有自由 虽然警察早前驳回了上环游行 但集会后民众人兵分两路 分别前往西环中山公园及铜锣湾 放完警察武力升级 发射催泪弹 驱散群众 多名示威者受伤 新唐人记者黄小祥 洛雅宜刚香港报道 接着聚焦 美国财政与贸易代表 周二将在上海进行新一轮美洲贸易谈判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五 直指中共采取拖延战术 想拖到2020总统大选 另外川普也同时呼吁WTO 让会员国不能自己设定发展中国家 川普说中共利用WTO 骗取优惠待遇 让他无法坐视不管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白宫举行扩大会谈 川普表示中共很有可能会拖延美中贸易协议 以期待民主党在2020赢得总统大选 川普说并不担心 因为美方正在征收来自中国的大量关税 川普认为一旦他当选连任美国总统 美中将立刻达成协议 而这份协议将是一份非凡的协议 在此同时川普也发出文件呼吁WTO 限期90天内改善一项规则漏洞 这个漏洞是会员国可以自行决定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借以享受优惠待遇 而中共滥用这项规则最严重 苹果公司上周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豁免关税 理由是苹果Mac Pro某些零件只能从中国取得 川普对此也维持立场 要求苹果将生产线移回美国 如果在中国生产就必须备加关税 川普坚持希望苹果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制造 并建议可以在德州建立工厂与生产线 川普强调只要在美国生产就没有关税 新长尔特电视江子洋编译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昨天南下彰化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总统致辞表示2020年是台湾 能不能保住民主自由很关键的一年 请大家要选出会做事会保护台湾主权的总统 台湾人有一个责任 我们要守得住我们的民主自由 做给别人看 我们守在民主的最前线 其实亚洲国家都在看台湾 这么强大的压力底下 我们守不守得住我们自己的主权 守不守得住我们的民主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有志气 我们守得住我们的民主 守得住我们的主权 大家说好吗 好 我们要有志气 做给所有的人看 蔡英文表示自从上任以来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推动创新产业为台湾经济转型 打好基础 因此国际机构预估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将会是亚洲四小龙的第一名 周日国民党举行全代会正式通过提名 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 韩国瑜表示明年大选是保卫中华民国的战役 但全长20分钟的演讲丝毫不提两岸外交政策 场外有民团抗议 质疑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过度轻忠 隐藏的竞选主轴就是签署和平协议 偷渡一国两制 本党提名韩国瑜同志为本党总统选举提名人 请问大会本案可否通过 国民党举行全代会议全场起立鼓掌 正式通过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大选 韩国瑜上台进行20分钟的演讲 大打中华民国牌 一场保卫中华民国战役 才真正的开始 将会是一场惊心动魄 有关我们中华民国存亡 有关我们台湾下一代的选举生死大战 韩国瑜不只向国民党员喊话团结 也向海外侨胞提出呼吁 数百万的侨胞正式发出穿云剑 大声的告诉你们侨基地的所有政治精英领袖 中华民国民进党执政这三年经济败坏 人民痛苦 民主倒退 欲解一中和平协议 去逃亲中后选人 去逃亲中后选人 但就在国民党全代会会场外 民团到场抗议 质疑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过渡亲中 隐藏的竞选主轴就是签署和平协议 国民党的候选人虽然说他们不支持一国两制 只要国民党所主张的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真的签下去了 那个就是一个中国 就是一国两制 针对韩国瑜在全代会的谈话 蔡英文总统竞选年任发言人阮昭雄表示 国民党推出不敢对反送中表态 还到中年半为一国两制被输的韩国瑜 就是要毁灭中华民国 毁灭台湾今日的民主自由 新唐人亚太电视网冠林张云廷 台湾新北采访报道 好 国民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征 二零二零表示一只穿云剑 青天白日重新建 对此政大教授徐世荣在脸书上直言 马英九执政时就连陈云林来台时 中华民国的旗子都是要收起来的 徐世荣说那只穿云剑 不是应该要射向对岸中共吗 中国国民党就算在台湾 把蔡英文及民进党拉下来 只要中国共产党还继续统治中国 中华民国的旗子 还是无法在全世界及台湾飘扬的 国民党拳戴会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前副总统连战 洪秀柱等历任党主席都出席 但传出可能脱党参选的郭台铭 这次为参与全代会 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劝郭台铭不要脱党吗 那我想他们木梁不齐 说他不会吧 中西伟说您跟好副主席 当初有劝郭台铭参选 那是不是就应该把他拉回国民党 他还没有离开国民党 是一个爱国的企业家来讲 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也不会希望 这个国家 毁在蔡英文或科务学手上 我想这一点我们还是对他 有很高的认识 我们一定要朝这方面努力 蓝天行动联盟在场外大喊 反对删除总统兼任党主席条款 但国民党全代会 还是通过修改党章删除条款 国民党全代会在舞台上举行授除仪式 党主席吴敦义与韩国瑜手拿出头 对着道具做铲土动作 象征国民党要重返执政 要除旧创新 没想到吴敦义的道具铲头铲土 却拔不出来场面有些尴尬 发新社报导 美国总统川普23日 与内阁官员和高级经济顾问 开会讨论是否干预美元 最后决定不干预货币市场 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数据显示 6月工业利润年减3.1% 负债加深 主因是汽车 钢铁 石化工业萎缩 经济部26日通过面板大厂 尤达回台投资407亿元 这是目前台商回台第二大案 目前累计已有98家通过审查 金额4973亿元 工址大厂荣承在中国的营运 大受禁费令冲击 荣承董事长郑英斌26日表示 他们拿不到足够的废纸进口许可令 必须在中国购买废纸 导致成本暴增 荣承未来三年的重心将在台湾 尽全力提升台湾的产线 现场在电视整理报道 这瓶有机酱油 加了顶级黑豆 甘露泉水 澳洲海盐 美国欧盟CS有机验证 什么都加 就是不加化学 洗了之前 让身体微笑的好味道 更有顶级有机原生黑豆酱油 精干上市 定心电子专业服务 全球限速模组与连接器 客制化整合服务 车用防水连接器 品质优良严谨确实 提供产业整体防水解决方案 应用多元 销售全球 通过TUV与国际认证专业保障 顾客首选的事业伙伴 硬心电子 欢迎回来 元朗721暴力事件 大批白衣黑帮 无差别攻击香港市民 上周六 香港网友发起光复元朗大游行 虽然遭到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 仍有高达28.8万人 用各种不同名目自发前往挤爆元朗 后来警方以催泪弹驱散民众 警方释放多枚催泪弹驱离现场示威者 上周日元朗发生白衣人暴打市民事件 香港民众周六发起光复元朗行动 但邮警申请未获通过 警方从下午五点左右就开始驱散示威者 并释放催泪弹 反暴警察推进到大马路中间 与示威者对峙 但示威人群没有离开的意愿 这场游行活动从三点开始 人群朝元朗大马路方向前进 黑印元朝挤爆现场 星期日的时候在地铁站那里 就有一帮白衣人的袭击事件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正正就是 虽然是因为这么大 正正就是要出来 如果不是就是显示到 我们是害怕这个黑社会 和乡黑这个势力 白色衣的暴徒冲进去车里面 打无辜的市民 基本上每一个香港人 看到这些画面都不会睡觉的 到现在这一刻 我们的政府仍然是觉得 他们好像没错那样 由警署坐警车去到西铁站 要多久的时间 我十分钟什么都去到 行路都不用八个字 他竟然三十九分钟 去不到西铁站 那这些我们是 没有可能接受他的解释 外媒也持续关注香港局势 英国卫报已超乎现实 黑帮恐袭后 港元拜师学武者正为标题 指出元朗流血事件之后 免费的自我防卫健身班 在香港遍地开花 尽管特首林郑月娥否认 警察与黑社会勾结 但香港人却已经不在 信任政府以及警察 宁月纷纷习武防身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延烧 但港媒报道 中国网购平台商家 已被禁止向香港发送 安全帽等跟示威有关物资 不过在台湾 港人发起二手安全帽 募集活动 要运送到香港 台湾民众踊跃响应 以具体行动应允香港为自由奋战 一直有消息传出来是说 在现场是很缺乏安全帽的 中国那边的那些网购的平台 不只是安全帽 很多一些可能会认为说 抗争者会用到的物资 他们都不愿意 就是运到香港这边来 香港反送中运动 持续延修 但最基本的物资 却取得不一 在台湾的香港人 周日下午在台北新义区 发起募集二手安全帽的活动 要送给参与香港反送中的 示威者 有民众远从桃园中立赶来 一口气带来十一顶安全帽 当中还有一些是全新购买的安全帽 还首会上标语 声援香港反送中 就还蛮伤心的吧 我觉得那个 就看到新闻上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一直发生 他们是连买安全帽都买不到 今天基于一个人民发生的 最安全的立场 我们没有理由不伸手帮忙 警剩下就只有自由 连这个都要被剥夺 我觉得他在那边生活 真的是跟囚犯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实际到那边声援他们 我们只能借由这样的活动 来默默地表达 如果这个政府 这个香港政府 一定要让他们的人民流血的话 那我们就要送安全 送给这些香港人民 活动从两点开始 才短短半个小时 就收集到一百多顶的安全帽 台湾民众不分年龄层 纷纷响应活动 民主要从小开始培养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 帮助香港人这样 大家都是善良老百姓这样 还要去对抗黑道跟黑警这样 我觉得就是存亡此寒嘛 香港人真的很勇敢 我很佩服他们 我每次看着我都觉得很难过 这一次的选举是最后的 最后的 绝对不要让红美 让红的来 招踏台湾的自由 香港示威者为自由发声 却遭到港府暴力对待 台湾民众以具体行动表达声援 目标要募集三百顶安全帽 迅速达标 在台港人表示运送的细节 都必须要保密 才能够增加成功运送到香港的几率 新号人亚太电视网冠宁 北韩二十五日又试射短程飞弹 美国总统川普认为 北韩最新的飞弹试射 是针对南韩而非美国 并表示自己和金正恩的关系 非常好 联合国难民署昨天证实 有一艘载有三百多名 非洲难民的小船 二十五日与利比亚沿岸翻覆 至少有一百五十人身亡 多人失踪 是今年发生最严重的 地中海船难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已有超过六百人死于地中海 近日来欧洲遭逢入夏 第二波热浪袭击 不仅法国巴黎标出摄氏 四十二点六度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德国等地都出现四十度以上高温 创下各国史上最高纪录 为了应对热浪 巴黎人响出地下水 区域冷却网络降温方案 不仅污染少 效率还是传统空调的两倍 迪士尼热门动画电影 狮子王改编重新上映 为求更高的还原度 参考了一只小幼狮当原型 日前美国达拉斯动物园 公开了电影里的小星巴原型 而小母狮超萌的模样 融化大批粉丝的心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国际消息继续来关心 英国新首相强身就职 英国财长贾维德透露 这个星期将宣布 十亿英镑脱欧计划 为十月可能的硬脱欧 做好准备 另外针对外界猜测 强身会不会要求提前大选 让脱欧政党增加席位 对此强身排除这一可能 这两天英国新首相强身 将提出提前大选的传闻满天飞 反对党工党期待利用 执政党保守党的名义低迷 通过大选重新执掌政权 而面对前景不明的脱欧进程 一些专家认为 强身可能会利用大选来改变 议会中各方力量的比例 让脱欧政党增加席位 从而让自己的脱欧方案 再议会过关 但有人质疑 英国2015年进行了大选 2016年是脱欧公投 2017年又是提前大选 难道五年之内 还要再来第三次吗 中午强身公开发言 还除了提前大选的可能 强身是中午在博明海会见当地警察时说的这番话 当时他承诺在三年内增加两万名警察 新唐人记者王宇英综合报道 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金乳胶 防眉抑菌透气除臭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您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德行天下 民室25319388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澄浸科技 台湾野莲 三纯粹保湿嫩白系列 天然精粹 野莲多生态原液 富含高亮洋梅黄桐青春元素 复活修复肌肤 重返青春痰润 独特微分子生态 渗透基底 长效保湿 索水痰润 打造清爽透亮自然美肌 全新台湾野莲系列 原生活 人们创造的各种物品和活动 大自然孕育无尽的生命和现象 带给您我层出不穷的奇妙世界 想知道环球正在发生的奇闻趣事吗 想激荡出更多的创意点子吗 世界无奇不有就在大千世界 Amazing World 电动车大厂 电动车大厂GoGoro布局能源事业 近期宣布将GoGoro Network发展为全新的独立事业体 专注于智慧电池交换平台以及智慧移动服务 GoGoro积极推广自家能源系统 趁着周六号召两百多位GoGoro车主 绕行台北101还邀请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参与活动 交通部长林佳龙骑着粉红色GoGoro 带领百位GoGoro车主绕行台北101 推广环保绿能的电动机车 GoGoro主打换电系统 近期宣布将GoGoro Network发展为独立事业体 共有四大任务 包括运用AI技术提升使用能源效率 冲刺全台交换阵数量 提升智慧电池技术以及推出独创APP GoGoro本来就不只是一家机车制造商 我们希望我们成为是一个能源的服务平台 包括了YAMAHA 包括了宏加藤 还有PGO各个厂商 他们今年都会逐渐陆续推出他们的新车款 所以我们的GoGoro Network将会服务 所有我们联盟的车主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拆成一个公司 近期中华汽车旗下电动机车品牌EMOVING 发表新车IE125 透过超级充电站10分钟内 就可以充满50%的电量 续航力52公里 也可选择在家充电 约6小时可以充满电 与GoGoro较劲異味浓厚 换电只需要6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让你立刻骑乘上路 2019年是电动机车元年 其实就算算 台湾的所有机车品牌 在今年都已经宣布了 要推出电动机车 行动不然 目前全台GoGoro车主 已经达18万人 预计年底前全台将达 1500个电池就换阵 积极布局能源管理市场 新唐亚太电视 林家伟张元亭 台湾台北前方报道 您看到7月29号重要活动预告 首先是民生消息 汽柴油今天零时起 美工生降一脚 财经消息 公总发表2019白皮书 再来是台教会 公坛购红煤 政府请正式记者会 最后是导演曹瑞源历史剧 傀儡花 募资记者会 带您来看到 7月29号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